嗨 大家好 我是曼妮 画面中看到这个呢 是台湾特有种猪罗树娃 在嘉义大林 有一群农友守护着猪罗树娃 在他们的损源 基本上呢 这一个生态啊 这个环境要非常的干净 才有办法富裕猪罗树娃 也因此很感激我们的损农 愿意这样做 所以我们大家要多多支持 这样友善生态的农产 在这里呢 我为这一次的乌克律呢 做了炖肉料理 圣伟大哥告诉我说 乌克律呢 它就是不要煮太久 太久会太老 所以就不好咬 所以我就掌握了 这样子的一个秘诀 这边看到我用的食材 是我们合作社的台湾香菇 还有圣伟大哥寄给我的乌克律 乌克律把它切成像这样子的大小 因为我们要做炖肉料理 所以会有稍微有一点厚度 这样吃起来也会 比较有那个吃的感觉 有口感 还有我们台湾洋葱 跟红萝卜 跟中央畜牧的 带皮猪五花肉条 一般在做炖肉料理的时候 我会把这个肉先过煎 让它自己的油来煎它自己 肉汁锁在里面 这样下去做炖肉的时候 吃起来的口感是不一样的 这个方法教给大家 大家都可以尝试看看 而且也比较香 在这个时候丢一点蒜头进去 都把它的油都煎出来 两面都煎完之后 我就把洋葱红萝卜还有香菇都倒下去 然后还有泡香菇的水 然后接着我用的是生抽 这道料理里面啊 我用的就是生抽 跟一点点的白胡椒 就这样 那如果你吃的味道比较重的 你就可以再加一点盐 做炖肉料理 我比较不会把整锅炖得很黑 因为我只要它有香气 然后跟一点咸味 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 我先炖大概30分钟 我才放乌克律 因为圣伟大哥告诉我 乌克律就不要煮太久 所以我就没有一开始就把乌克律一起下去煮哦 因为我在想说这样子的话 煮出来的笋子可能会太老了 所以就把它分成两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先炖肉 炖肉我大概用铸铁锅 我大概炖了30分钟之后 我就把它打开 然后把笋子放下去 然后再炖个10分钟 然后就焖锅盖 然后就看像这样子 这一锅乌克律炖肉料理 我觉得非常好吃 因为很清爽 不会太油腻 然后也不会太燥热 圣伟大哥寄给我的乌克律啊 它非常好吃哦 然后这边再教大家另外一个做法 就是直接把乌克律去壳 然后把它放在人水里面开始煮 煮滚 如果你怕有苦味的话 可以加一点点盐 你的水要盖过你的笋子 那其实乌克律真的不用煮太久 如果像这样子刀子或叉子 可以吃得进去的话 就表示它熟了 就可以拿起来切了 记得切的时候就逆纹 我刚刚有看到那个笋子的那个蜜蜜蜜切 然后放冰箱冷藏 再拿出来 我是直接就这样吃了 我们再看一次可爱的猪肉树啊吧 在这里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支持我们友善生态的农产 好咯 我是曼妮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